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14号 我们的TOTAL LIFE 我看还有几个朋友在后面等着 11个等下先11个 人还是没有进来 我们是等多一点才进来才开始 OK 给我两分钟一下 那边刚才那个Live那边有建筑 他楼链着 因为我调了那个Monitor的可以吗 可以亮一点吗 有好一点 你可以试试看Badonna手机 你找一个白色screen 然后不要给它按掉 可能加多一点光线给它 我可以亮一点 我們開始走這裡 Facebook在走着,我们现在可以去share OK 我们多一下,就快开始了 今天我们的主题会是围绕在 这次疫情里面,相信很多企业都无法运营下去 所以等一下我们有两位专家为大家分享 在这个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OK,我们稍等多一下就会开始了 在这里,我想问问看,before我们开始之前 大家有没有一些想要提前去准备的问题 可以留些,可以写在那个check那边 等一下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两位分享嘉宾给大家一一的回答 今天的主题会围绕在公司的无法运营,继续运营下去的话 清盘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 OK 我们现在就开始先 首先,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我是Selika,来自Total Business Academy 然后我们的集团是Total Group,通达集团 也是Total Business Holding 然后在市场上,我们已经是有26年的经验 然后我们的公司 cover the range 有from account到company secretary, legal, property management, branding, event entertainment等等的这些 areas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听到通达集团的话 大家曾经也是明白到,我们都是专注在为公司和企业的老板们 provide solutions,还有大家的想去manage好公司的所有的那些内内外外的运作 OK 今天,我们今天有请了两位分享嘉宾 第一位是来自Total Corporate Secretary的Miss Ivy 她会为我们分享有关今天 如果是清盘的话 在清盘的情况之下 中小的企业的冲击无法运营的话 应该如何处理 然后另外,我们第二位分享嘉宾会是Mr. Jason Kong from Total Capital Advisory TCA 我们的专业律师也会为大家分享有关这个话题的知识 我们开始之前 in case 我看到一个人 in case大家听不到我的声音的话 我想确确看我的mind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如果听到我的声音,然后觉得我的声音不错听的话 你可以给我一个赞 这样子我就有一点点的不错的energy 这样子我开始的时候都比较有一点爽一点啦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大家感觉不是很绿色 给到我一个拇指 哇,我这里直接开始了 好,这样子我们今天会由Mr. Ivy开始先 然后想到Mr. Jason 然后今天如果大家有想要提出的Q&A 还有大家想要问的问题 一可能可以在我们的Zoom meeting的时候 在Q&A session可以提出来 过后不然的话 如果大家是有留言在我们的Facebook 或者大家有contact我们的Team的话 这样子大家可以在那边提出我们的问题 这样子我们过后会在我们团队会过后 会跟大家联系 去为大家去了解更多 有关大家想要了解的问题 OK 今天 这样子我们就直接开始 我们事不宜迟 OK 在这里我们就邀请Mr. Ivy先 Mr. Ivy啊,我想问啊 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也是 疫情都已经发生了相当的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这里也是有不少的很多的影响 在这次的疫情中 相信许多企业影响也不小 最近也传来了许多大企业 无法继续运营下去 前阵子也有人问我说 他想关掉公司要怎么做 我就说 在这里我就跟他讲 这点还是问专家比较好 在这一方面 Mr. Ivy啊 你是否可不可以跟我们的线上 有做生意的朋友们 还有的老板们 做一些专业的演讲 好的 大家早上好 我是来自Total Corporate Secretary的 Ivy 那么像刚才Mr. Selika讲的 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呢 确实是有好多好多的企业呢 都面临了盛世存亡的关头 我来share screen啊 其实在大马呢 有好多好多的企业啊 都不堪这个疫情的冲击 纷纷宣布停业了 就其中呢 就受影响最大的 莫过于这个旅游的行业 我们这边就有看到12间啊 有12间分布于宜宝 宾城 吉隆坡和马六甲的酒店 包括还有全球最大高品质房制品 出产公司Exco集团也宣布6月关闭 大马的两间Factory 然后还有著名义饰品牌Exprit 也宣布关闭亚洲56家的零售店 甚至这个Bluein传媒有线公司 也宣布结业了 还有槟城的Pen Apparel这一场 以及宜宝的Imperial Garment这一场 也是关闭等等 那么这个突发的疫情呢 它的危机不仅仅是影响了亚洲 而是整个世界各地的企业 都带来了不小的后遗症 那么特别是受疫情严重影响的那些企业呢 在短期里面是不可能会有好消息啦 甚至有一些会面临结业 那什么是结业呢 顾名思义结业的意思就是结束营业 那么结束营业就指一家的企业 它是整体上的停止了整个运作 整个公司的业务还有它的活动整个停止了 那么在企业家了解了自己的这种疫情冲击之下 自己的公司的状况呢 他们就要想办法去把这个情况慢慢的把它缓冲起来 那么就可以为自己的公司呢 选择一个比较好的那个最合适的方案啦 可以是选择企业援助计划 或者是企业清盘程序 那么怎样去做选择呢 就比如说你一家企业如果他是觉得那个生意上他是很有潜质的 那么他现在这个状况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小的短期的 很短期的一个资金周转不领 那么可能他就可以选择去启动这个企业的援助机制哦 这个机制其实是win-win situation 就是creditor还有我们的这个公司呢 都可以有一个来到一个agreement 然后就让公司可以有一个喘息的空间 在一个一定的时间里面呢 他可以慢慢的把它的生意做上来 这个是其中一个东西 那么如果说第二 在其他的其他的企业在无法 真的是无法运营下去 他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呢 就没有办法只能选择结业哦 那么结业呢 其实结业是他的方式有好几种 其中一种 就是通过我们利用SSM的power来把这间公司撤销掉注册 我们叫stripe off 另外一种呢就是清盘计划 那么清盘计划 这个跟撤销注册呢 撤销注册 stripe off他的procedure 其实是很stripe forward 然后比较简单的 相对的呢 这个清盘计划 它的程序是比较繁杂的 而且它牵涉到多方啦 那么过程之中呢 会有一个清盘师被appointed 就是会委任清盘师来接管这间公司 然后去 就是它会有一个清盘师会step in进来接管这个公司 它会用最有利于股东还有creditor的方式呢 去把所有的资产套现 然后把它们去还债 这个就是清盘啦 然后清盘的模式呢 它其实有分两种 一种是志愿性 另外一种是强制性 志愿性呢 它又会分成股东 志愿性清盘计划和债权人 志愿性清盘计划 那么志愿性嘛 志愿性清盘它的字面来讲 是很positive的东西 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 是选择债权人自愿性清盘计划呢 很简单 如果说一间公司 它的cash surplus很strong的 就是它的cash很多 然后它的公司董事 有做了一个declaration of sovereignty 确保这间公司在12个月里面呢 是有办法去偿还所有的债务的话 他们就会go for这个股东 志愿性清盘计划 就是这间公司 其实是sovereign的 可是基于某一些原因之下呢 它必须要结束这个业务 那么什么是 在全人志愿性清盘计划呢 在全人志愿性清盘计划 是对于某一些企业 它没有办法去偿还所有的债务 可是它又是一个很 很想对自己 做出的决定负责任的一个企业家 那么他们就会选择 creditor voluntary running out 就是把 这个在全人志愿性清盘就是把 所有的东西也是要appoint一个 liquidator进来 然后呢 就把也是同样的程序 把东西分配出去 然后变卖了之后再分出来 然后就这样子把它dissolve掉了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强制性 强制性的情况是 居多的 是不合气的那一种 就是比如说欠钱了 欠钱了 然后是creditor 去take这个civil action 就是民事诉讼 然后去向高庭 向法庭申请 这个清盘请愿赎 然后就通过法庭的程序 去强制性的要这间公司还债 那么这边呢 就会有 都会有牵涉到liquid data 不过他们的liquid data呢 在强制性那边 是一定要approve的 approve的liquid data才可以的 就是有license的那种 那么在voluntary这边嘛 voluntary这边就相反的 它比较放松啦 就是尤其是member voluntary running out 这边是任何人 只要他可以有能力执行清盘师的职责的话 都可以被委认为清盘师 那么在在权人自愿性这个清盘计划这边呢 它就取决于在权人 就是creditor 所有的creditor在他们的creditor meetings里面 来决定是要怎样的人 去做他们的liquid data 当然他们最终的权利是在creditor的身上 就是要appoint liquid data 哪一个liquid data 最终的权利在在权人的身上 就是creditor去做appointment的啦 那么 我做一个 以上我所说的这些啦 就是我们可以 针对我们现在公司 企业家公司上面的那个 一个困境去做的选择 看是要选择哪一种的类型 去帮助自己的公司去翻起来那种意思 或者是把它结束掉 然后 塑小它来做还是怎样 那么我再举一下例子 比如说 我总结一下上面我刚才所讲的咯 是怎样的情况之下呢 会用到哪一种 我再讲一下啊 就是比如说一间公司 它是很小 然后它可能有一些人 它是注册一间公司来 只是要保留那个名字的 或者是它之前有做生意 然后after that 它就没有做生意 慢慢要收了 可是它又想保留这间公司 可能之后呢 会用到 那么这种公司通常是很干净的 所以它就可以选择 strike off 就可以选择用assessant的power 以最少的cost 然后以最短的时间 最简单 最直接的方式去 把这个公司 dissolve掉 它们就是去 它是没有asset 没有liability的 那么就可以用strike off的方式 如果是不行的话呢 就 它的公司的cash很strong 有 surplus 然后可以有能力去还债的话呢 它就要去go for member voluntary money out 这个是 另外一个例子 那么再来一个例子就是 当公司资不抵债 就是它的债务 多过它的资产的时候 它就是go for 这个creditor voluntary money out 那么最后一种呢 就是compulsory money out compulsory money up 就当有很多种情况啦 比如说creditor 收不到钱啊 他就强制性的去 申请petition 进去做warning up 或者是公司的员工 他们有一些 老板没有发薪水 没有发薪水了之后呢 也是有可能 去输这个公司哦 也是compulsory money out 或者是某一些公司 他的小股东 小股东 他的权益 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啊 那么 他小股东嘛 没有办法之下 他也是只能 跑这个法律途径 去拿回他应该拿的东西 或者是有一些management 他们有deadlock 这样子之类的东西啊 都是通过这个compulsory money out 那么简单的来说呢 如果说你的资产 多过你的债务的话 你就是member volentary money out 如果说你的liability 是多过你的asset的话 就只能去creditors volentary money out 或者是等着被诉的那一种啦 以上呢 就是我所要带出的 这些不同的公司 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的 一些不同的途径 去解决他公司的问题啦 那我现在把时间 先教会给我们的moderator Mr.Selika 刚刚这样子看了 我也是在这里获益了不少 因为我刚刚才注意到 原来官公司的步骤 是那么多的东西 要注意 而且原来 刚才我刚刚也是听到一个 蛮精彩的部分 就是原来官公司也是有 就是说青盘的话 也是有一些东西 要考量跟他的策略 然后如果我看到 如果以后我要东山在一起 可以在这里做好准备的 哦 原来可以这样子 OK 谢谢Ms.Ivy 为我们分享的这个部分 我们等一下 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 为大家打开Q&A的地方 因为我们等一下 大概在Mr.Jason 他跟我们分享完 他的部分的goal 我们再把它打开 所以大家可以 拨备一下大家的question Q&A 然后我们等一下打开 让大家的疑问可以被解答 OK 接下来我们就到 Mr.Jason OK Mr.Jason 我想问 现在我有注意到一个东西 就是 我很多朋友告诉我 我也是有留意到 就是 我们想知道 企业如果无法运营 甚至需要青盘的话 刚刚Mr.Ivy也跟我们分享了 有关自愿跟 没有那么自愿的 青盘的资讯 那么如果是 比较属于 不是属于 自愿性的青盘的话 Mr.Jason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 在这一方面 分享一些更加多 好 可以 好 谢谢你Mr.Silica 那么我先 share screen 我准备了一个powerpoint 为大家准备了一个powerpoint 然后 然后 等一下 我看一下 看到了吧 应该 好 谢谢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 这一段呢 就是 也是有关于 青盘的 不过 这个青盘呢 我们是说 compound series winding up 就是被 被你的 你的债主 控告 去青盘的情况 这个呢 就是未必 必须要 青盘 因为我们是 这种情况是说 老板们 或者是公司 是欠 外面的钱 所以他们 在外面的 天主 他们就会 take这个winding up action 在这些法庭里面 那么我们在 这一次的 这一段时间呢 我就会 为大家分享的 看这两方面的 情况 第一方面呢 就是为老板们着想 再为老板们解释 那么如果是在被 未必 要青盘的情况 在法庭上 要怎样去面对 那么在 另一方面的 看法呢 就是 如果你也是会 有一些债务 必须要收回的 那么你有可能 是要用到 这一步 就是青盘的时间 青盘的方式 去 青盘那间公司 那么 再 讲下去的话呢 我会 以两个 步骤去做 一个呢 就是 我们说 pre winding up 就是还没有 那个公司还没有 清盘之前 所面对的 事情 那么post winding up 就是公司已经 清盘了 过后又会 怎么情况 OK 所以这个就是 大概会跟大家 分享的 那个 整个 今天的讲座 首先是 这个墙壁性的 我就是 因为大家都可以看 在这里可以读了 我就没有 一个一个是读 给大家听 我就是解释的方式 清盘呢 基本上 好像刚才 Miss Ivy 有跟我们分享的 有那个强制性的 还有一个 是志愿的 那么如果是强制性的话 就是说 你 每个 每个 在 在 在组的话 他们就会 出一个通知信 我们叫 notice of demand 在 目前因为 有那个company act 的amendment 现在的 notice of demand 我们是 466 session 466的 这个notice of demand 那个 based on 那个law based on 那个条件的话 就是说 21天 必须要还 这笔钱 如果你 你公司 有欠钱的话 那么如果要 出到这一步的话 这个清盘的 做法的话 就在法院里面 做清盘的话 你的 签的 位数 一定要 1万以上 那么在 自愿的 清盘呢 刚才 VWU 呢 Miss Ivy 已经有 谈过了 那么 再继续的话 因为有 新的 amendment 或者是 新的 改变 因为有 这个 COVID-19的 情况 各月 疫情的 情况 那么 在政府 马来西亚 公司 委员会 就会 就出了 一些 我们说 monitory assistant 也好 所以 他们是 从21天的 这个 支付期呢 延长到 6个月 就是 以前 你出了一个 letter of demand 给他们 或者是 notice of demand 466的 notice of demand 21天要还钱 不过现在 简单的讲 就是说 你有6个月的 这个限期 去还这笔钱 那么 这个是很大的 非常大的改变 第二样 有更加 大的改变 就是说 以前我们是说 1万块的 签 这个基金 那么 现在已经 提醒到 5万块 所以换句话说 一间公司 在最新的 COVID-19的情况之下 这个amendment 政府是帮助 很多公司 在这一段时间 是怎么样去 逃过这个难关 如果你是 没有到5万的话 你也不能用 这个清盘的 方式去 追悔这个钱 OK 所以 基本上 它有这个原因 它的原因是说 用的这两个改变的话 就是能减低 公司 对这个疫情 面对所 清盘控告的可能性 也是会给一些 流动 就是流动的资金 给大家老板 就是起码 有一个6个月 是类似 好像是那种 我们6个月的 Defendment Monetory 有类似的情况之间 因为在根据 2019年的统计 2930间公司 被清盘 那个是不是在 COVID-19的情况 所以大家可以 想想看 到底现在 如果没有 这个measurement的话 有可能更加多的 公司会被 清盘情况 那么 我们看到 这个服务法 其实这个 清盘的情况 在compound3 widening up 或者是 墙壁性的 widing up 基本上 就是说 那个债主 他们就 请了一位律师 他就 take这个action 去法庭 就serve你一个notice 不过现在 这个notice 延长到6个月了 如果你收到 这个notice的话 你有6个月的时间 去筹备 然后去还这笔钱 然后如果你的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是指令的 剩下的热期 是在4月23日 开始延长到 12月31日 那么在 这段时间 在哪一天的时间 如果你有 给这个 通知信的话 你都有一个 6个月的时间 那么长 去还这笔钱 那么我们再讲 下去的话 如果你的债主 签的钱 不到5万的话 你也不能 采取这个 清盘的行动 因为现在 它的 压数 它的位数 从1万块 已经提上了 到5万 那么 在 这个种种 的情况之下 就是这个 gazette 我们的 如果要跟的话 就是 effective 是based on 我们政府的 gazette 就是 登报 就是 company exemption No.2 Order 2020 就是这个 最新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notice of demand 所有的东西 都在这边 写出来 我们notice of demand 就是这个 session 466 的 notice 那么 如果是之前的话 你有出过新 或者是 start了这个action 的话 你就不用 subscribe to这个 最新的改变 如果你现在 要采取行动的话 那么现在 是5月了 那么 已经 要 已经要 跟随 这个最新的改变 这个 法律的改变 其实我们 compulsory winding 就是 action 另外一间公司 诉上法庭 去还这笔钱 给了你 一段的时间 那么 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是看 6个月 6个月内 6个月里头 如果没有能力 还钱的话 虽然你的公司资产 资产不是先进 我们说资产 有可能是 其他的产业 有很多的话 不过这笔钱 你不能还到的话 我们就 例为你在 这间公司 是insolency 没有能力 去还钱 那么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就在法庭 去拿 就发 那个winding up petition 去把你的公司 清盘 就是这个 在法庭 我们说 winding up petition 那么 如果是在为了老板 着想的话 如果 有某某人 要take这个action 的话 到底我们 我们有没有defence 或者是 有没有能力说 去 违背 准备 去面对 这个winding up 有什么option 我们可以defence 之类的 那么其实呢 option 只有两个 第一呢 我们 可以 file一个 fortuner injunction 就是stop 我们 我们英文 是fortuner injunction 就是我们 stop 它的winding up 不过 这个stopping 人家去winding up 你清盘 你的公司 一定要有理由 比如说 你的公司 一定要证明 证明 对方的 那个 那个 控告 是假的控告 或者是 那个数目 是不对的 你一定要有一个 合理的理由 去反对 如果你是 miss了这个winding up notice 你过了的话 如果对方 是把整个文件 petition 呈上去法庭的话 那么你就在 法庭的那一天 去反对 那么同样的原因 它的算法 有错误 或者是 如果你winding up 这个公司 根本就 没有可能 转回原本 因为如果 就是在这边 也是跟大家分享 这个 大家老板 如果收到 这个notice的话 一定要很 看到的 就是很严重的 是对待 不能放轻的 因为一间公司 如果被 诉商法庭 做winding up petition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 下一步 在winding up petition的话 就是会登广告 就是 就登报纸 gazette 就是给 所有的creditor知道 现在这间公司 要 差不多要清盘了 所以我欠你们钱的话 请你们 到法庭来 他就会有 那个 gazette 通知 全马的人民 就有这种情况 那么 未必你的 repetition 就会 受影响 就有这种情况 那么 再讲下去的话 我们是说 我们是看 有关于 winding up 过后 就是post winding up 就是我们在看 目前的情况 是说 你的公司 没有能力 还钱的 那么在法庭里头 拿到了 这个法院的 一个肯定 就是那个法令 是说 你的公司 被清盘了 那么第一样东西 如果是 被清盘 强制性的清盘的话 法院的清盘的话 那么第一样东西呢 法庭在那里呢 就是会立刻的 被 被邀请的 一个 liquidator 我们做 我们简单的说 是一个 清盘室 那么这个清盘室呢 就是有 私人的清盘室 或者是政府的 政府的话 就是我们 说是 insolvency department 清盘室的工作 是什么呢 就是 为 这间公司 组织 还有control 他的asset 还有 怎么样去分配 去还那些债务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被清盘的话 director的 公司的老板呢 就是没有这个权利 去再控制 你的公司了 那么你的权利 全部都跑去了 那个清盘室里面 那么过后呢 清盘室appointed 在法庭里面appointed过后呢 他们就会有 很多会议 开很多会议 那个会议里面呢 首先就会跟老板 开一个会议 就是说 我要跟你开一个会议 说 你要declare你这间公司 到底还有什么产业 在手 cash多少钱 在银行 这所有的东西 都要declare的 我们 整个statement是说 一个简单的讲法 就是 你们要 provide一个statement of a fare for 这个liquidator 他们要计算 到底 这间公司 被清盘过后 剩下的产业 金钱 有多少 因为 因为清盘室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就把所有 你们所 就是所 拥有的产业呢 就把它去liquid掉 liquid掉就是把它去卖掉 变成金钱 然后去还creditor的 那么 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么除了director 要跟这个liquidator 合作以外呢 其他的部分呢 都是 由liquidator去 负责 去还钱的 那么 到底是还给谁呢 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我这个slide里面 第三个 就是这个creditor 就是这个creditor 签钱 他们 他们所指控 你这间公司 签他们的钱呢 他们要发一个 英文terms 我们叫 Proof of Debt Proof of Debt 的话呢 就是说 证明 你有一个证明 无论是单也好 invoice也好 或者是你有 曾经输过这间公司 拿过judgment 拿过一个法令 也是要呈上去 给这个 清盘师 说 其实 这间公司 有签我 这么大笔的钱 那么我们就要 包上去 给这个 清盘师知道 过后呢 那么 现在 清盘师的 工作呢 就是 他已经 非常的了解 公司里面 剩下的产业 然后也 非常的了解 到底他签的 签的钱 是签谁 他creditor是谁 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在这里分配 如果你的asset 在这个company里面 你的asset 高过你的liability 就是讲 你把你所有的产业 去变成钱 或者是卖掉 然后还钱的话 asset多个liability 有多亿的钱 就会分给shareholder 你的公司里面的shareholder 就会拿到钱 不然的话 如果你的liability 高过asset的话 就没有了 就没有拿到什么钱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那个赔偿 赔偿金 那么到最后呢 如果这个exercise 整个cycle 已经做完了 那么那个清盘师呢 就向法庭 去申请这个公司的解散 就是under company act Sections 4.9.0 那你呢 就是拿一个法令 就在这个时候 整个公司就被解散了 那么 讲到这呢 就是整个情绪 for 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post-winding up 老板们所面对的问题 还有 pre-winding up 就是如果在法庭上呢 所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 整个process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 这里为止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等一下我就会 send pass给 Mr.Sarika for as emcee of the day 去 去安排一下那个问题 谢谢 OK 非常感谢Mr. Jason 刚刚为我们分享这个part 刚刚刚才我也是 有注意到 我还有记录到 就是 Mr. Jason他有跟我们讲到 每次government 他们有provide 特定的degree of 那种support 给那些business owner 最近啊 就是说现在他们为了保护 不要让太多的企业进入不好的环境之下 他们都有推出一些support去帮助business owner的 然后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细节更加多的话 或者想了解自己的公司有没有在这个area里面的话 等下大家可以联系我们团队 或者大家可以去浏览我们的Facebook 大家可以去到Facebook找Total Business Holdings 那边就可以联系到我们团队 然后如果大家的问题是想了解到有关MISS IV刚刚为大家分享的那个范围里面的话 大家可以亲自whatsapp到这里一个号码 我就念念给大家 所以方便大家去了解 那个就是0192670879 这个是MISS IV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到这个资料的话 大家可以去联系MISS IV 他就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OK 好 现在我们就把时间打开给Q&A的Session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个时候 send过来 或者如果是在面子书面前的朋友 Facebook面前的朋友 你们听到这个video的时候 然后也有需要到我们的一些service的话 或者想了解更加多 大家可以留言或者PM我们的Facebook page 我们各国会去联系 OK 好的 在这里其实我收到一个问题 来自An Lee 他是问 我相信这个是问Mr.Jason的 他是说老板没钱赏还债务而需要清盘 清盘后 是会先还完银行或政府部门后 才还supplier的吗 就是说 他是说清盘了过后 老板是否要还给政府的部门先 然后银行的部门先才来还supplier 那么剩下的钱呢 他有排行榜是先还随限 那么基本上所有的creditor都会坐在一起 不过我们英文就我们英文有一个字眼叫secure creditor secure creditor就是说 比如讲银行啊 所以他们secure的话 他们先还 他们先拿钱 那么剩下的就unsecure creditor 好像你good soul deliver那种 那么那个就是要排队了 所以你的proof of debt 还有如果你现在身为 比如讲外面有人签你钱的话 你也是要留意一下一些公司 因为我们要在很 要很警惕 他如果这间公司被清盘的话 我们要立刻包上我们的proof of debt 不然的话 等一下你排队你来迟了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他们一般上是secure creditor 就是secure的银行那方面 他们是先拿的 对 这样子 其实就是说 当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有一些creditor 或者我们有些公司 他们欠公司钱的话 就稍微留意一下 可能需要的时候 就必须快点去跟他 去拿钱回来 其实就因为应该inso agency 他们或者是 如果是compulsive winding up的话 他们会登报纸啊 或者是gazette之类的 对 谢谢 我再补充一点好吗 好 就是刚才dason讲的那个secure跟unsecure的creditor 不过如果说 那个公司可能 因为员工也是属于公司的资产嘛 对不对 如果说那间公司是有欠公司钱的话 那个员工的薪水的话 或者是有一些政府部门那个所得税的话 他必须是先还这个员工的工钱 还有这个锁的所以才会去到unsecure unsecure secure creditor那边 可能 可能 jason的那边他们是 他们是touch到secure跟unsecure的creditor而已 谢谢miss ivy跟miss jason 所以这些人可不可以反对一家公司的清盘 是说债权人吗 就是creditor对吗 对 对 creditor 基本上是不能够反对一家公司清盘的 因为做生意嘛 总会有面对一定的风险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一家公司他真的维持不下去了 然后他的存在只会让他的债务越滚越大的话 这个是对那家公司其实是不好的 所以在全人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权利去反对啦 希望有回到你的问题 谢谢 OK好 我希望这朋友 如果你有看到这个video的话 你是有得到这个答案了 OK 如果还有需要深入的话 你可以再send message进来 OK 我现在还有第二个问题 在这里这个是写着 这个问题是对 是给Mr.Jason的 Mr.Jason啊 我想问啊 那他这里写就是 他想知道 当公司清盘了过后 他会不会说对 director有什么连带的影响 然后这种他清盘的这种 compensatory winding up这种process 他大概会用多久的时间 好 那么首先是讲到底公司 清盘对director有什么影响 其实我们英文说separate legal entity 就是说公司跟individual人或是director的话呢 是两个不同的entity来的 那么如果公司是欠钱的话 那么是没有说会叫director去还钱 这个情况 除非很多时候director自己做guarantor 那种情况又不同啦 不过是公司欠的钱呢 也不会说会影响到director 不过在我们practical的情况之下 大家也是要留意啦 虽然我们是说法律上是没有什么separate entity 但是呢我们马来西亚呢 当一间公司被清盘的时候呢 就会 很多人会知道 法庭会上法庭 然后报纸会登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company 叫Sytos嘛 他们就会track这种公司 被清盘的 然后里面的director的name list 他们都会有record 所以我们是说 虽然这个清盘是关于公司的事情 不过你也是有一个list 你的公司曾经被清盘过 所以将来我是不敢100%的说啦 将来有可能你面对的那个贷款的问题 也没有那么容易的批准啦 那么如果讲到那个时间 时间有多长呢 去完成整个winding up 如果是compounding winding up 就是被人家输的话 现在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就会有一个6个月的gap在里面了 那么如果你会被 有那些新 你收到那种statutory notice 那个466 notice的话 基本上你有6个月的空间 要去还他的钱 如果你还没有去还他的钱 6个月过了 他还可以去 他就是去法庭那边 采取法律行动 那个法律行动 我们的经验所看到的 都是会大概一个半年的时间 因为你还要去 必须要一个gap 花了一点时间去登gazette 因为那个gazette是我们马来西亚灯爆 它是整个calendar year已经fixed了 所以它整年已经fixed了 所以看是你几时放进去 你要跟他的热气去登 这样子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这个时间 希望这个也是有回答我们朋友 是Jimmy的这个题目的 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来自 这个是for Miss Ivy的 我这里他有这样写 他想说 如果我被认名为挂名公司的董事 从未参与掌管该公司 该公司现在扎到清盘 我是否要为清盘而承担任何债务 过名董事 就是我们所谓的shadow directors 就是可能只是 对那些公司是 没有完全的参与 甚至只是借一个名字进去那种 那么无论他是不是 过名董事都好 都不需要 individually都不需要去负担任何的债务的 无论他是过名的也好 或者他是好像刚才Mr. Jason Kong讲的那种 真正的director 真正去execute这间公司的director都好 是不需要去用人身去担保任何的 去负责任何的债务的 除非他是有做guarantor 不过过名董事 就是shadow director 跟真正的director 他是有相同的职责的 即使你只是过名董事 不过如果你利用你这个头衔去犯法 去犯任何的罪行的话呢 他要面对的后果呢 也会是跟真正的那个director的那个职责是一样的 他的 penalty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谢谢Mr. Ivy 看来其实这也是有东西要去注意一下 所以也不能乱乱来挂个名 这样子这里现在是9点15分 我们试试看 我这里还有多一个问题 这个是from 看不起那名字 这个是forMr. Ivy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刚才都有提到的 可是我觉得他可能听不 没有听到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题目了 他写 如果自愿清盘程序开始后 公司还能运营吗 一般上如果你是已经开始了 这个自愿清盘的程序 公司是不能够继续营业的 因为已经有一个liquidator step in进来了 所以你公司其实是不能够继续营业的 除非在特定的情况之下 那个清盘师觉得 你如果继续运作的话 它是有利于你 有帮助到你这个清盘计划的话呢 那么可能就可以了 不过他 总之他的前提就是 要把整个东西是 有利于把那个公司的资产去套现 然后可以还到债 可以解决了他债务上面的问题的 那个东西就可以 然后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是有继续营业 当然你就会issue到invoice 如果是issue invoice的话 它已经进入了这个清盘的程序 那么它所有的信件 它的那个invoice 它所有它的东西 在它的公司名字后面 它一定要indicate一个 in liquidation 就是at least跟你deal的人 他会知道说你这间公司 是正在进入一个清盘的状态 那么他们至少有一个心理准备即将要面对的东西 这样子的情况 ok thank you missiv 要把时间保留回给去zoom的朋友们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我们cap room这边写下大家的问题 然后如果我这里重复多一个号码 可能大家需要用到 大概就是如果大家需要到missiv的服务 有关系到可能voluntary自愿的金盘的话 可以去跟他们了解更加多 那就是你可以联系 0192670879 你可以找missiv 它的团队会跟你联系的了 然后下一个号码就是 如果大家需要到 可能比较 需要上法庭的话 大家可以了解到 跟大家可以联系 Mr.Jayson Mr.Jayson Kong 他的号码 他的team的号码是 0178899006 大家可以联系这个号码 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 也可以去到我们的Facebook 大家可以打浏览 Total Business Holding 在那边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下你们的问题 然后我们过后 团队会跟大家去联系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 如果miss掉的话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面子书 还是下一次的zoom也可以见面 OK 记得是Total Business Holdings 然后这个时候 before我们end 然后等着其他那些问题进来 beforeend 我想问一下 Mr.Jayson 可能 Mr.Jayson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advice 如果一些公司或者一些老板们 他们可能遇到 或者他们身边的公司 或者朋友的老板们 他们需要进到去清盘 或者想到要清盘的话 他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建议吗 我相信在这段期间 很多的企业都是会面对多多少少 会面对到财务上面的问题 如果说有困难的话就去解决 刚才我已经有列出来了好几种方法 也就是你可以输缓你的这个援助机制 可以输缓你暂时短期性的去 去输缓你的这个公司的困境的 再不然你就做一个 可能清盘也是其中一种方式去downsize 你的生意上的东西 那么刚才我所列出的这些方案呢 希望各位企业家可以去想去analyze一下自己的公司 目前的状况 然后可能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案 那么如果你还是不是很了解 然后需要我们的专业意见的话呢 可以联络我们 我们会给你比较一些建议 我们可以go into 比较深入一点去了解你的公司 然后针对性的去给你建议 看是哪一种方案呢 会比较适合 那么当然 也是要请一下 如果各位是第一次正式我们total的 也是麻烦去like一下我们的facebook page 然后去帮忙share一下 可能你觉得今天的这一个分享会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这样子啦 谢谢 OK 好的 Thank you Miss Ivy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到Miss Ivy 跟她团队 他们的服务的话 或者去了解更加多关于公司的状态的话 可以自己下来跟他们联系 OK Mr.Jason 你还有没有什么 我感性 一定也是有一些很好的emiles 可以跟大家share一share的 好 对 谢谢Mr.Silica 那么在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就是为了老板们所着想的讲法 就是说 有可能在这个情况 在这个疫情的情况 因为基金的问题 那么有可能会面对 还有这个危机 面对这个 这个清盘的危机 不过呢 其实我们 在面对这个清盘的危机 它还有很多方式 去避免这个清盘的情况发生 不过我在这里呢 就是很快的带过 给大家知道 比如讲我们马来西亚呢 过了这个Amendment Company Act的Amendment 它有开拓了几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简单说的是CVA CVA是Corporate Voluntary Arrangement 就是讲你欠的钱 我们可以appoint一个中间人 他们帮你arrange 怎么样去还钱 那个是我们叫CVA 很简单的带过 那么第二种呢 是JM judicial Management 就是上法庭 去向法庭去申请 appoint一个 安排人 去帮你安排 这个债务 到底要怎么样去还 那么第三呢 或者是做一个 scheme of arrangement 或者是我们叫 Credit Debt Restructuring 那个是有bank regal的参与 所以其实你还没有清盘之前 你还有很多很多option 你可以去尝试 未必公司不能顶的时候呢 就一下子就想到要清盘了 所以这几个我们叫 Corporate Rescue Mechanism 已经有in place在马来西亚 那么如果大家 如果有这个需要 有要去讨论 或者是跟我们相讨的话 你们也可以联络我们 因为在这个里头呢 我们也是可以提供一些服务 就是说 provide有一些settlement agreement 跟对方怎么样去谈判 是用最好的方式去 去继续的把你的公司再活下去了 有这个avenue在手了 就是这个最后的一个分享 谢谢Mr.史里格 OK Thank you Mr. Jason OK 我相信大家今天听到这个话题 也不是每一个企业家想去 特别想要听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好的环境下 才去会touch到的topic 可能有些时候可能也需要给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是走到这一步的话 是怎么样去处理 或者怎样去度过这个难关 OK 然后如果简单来说 就是老板 如果你要 我就 try 换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 去讲解 所以大家变一变那个moot OK 就是如果老板要自己打包的话 你们可以联系Miss Ivy 跟他团队 这样子 如果是有必要上了法 的人的话 去打包人家的话 大家可以找一找我们的Mr. Jason 他也可以帮你们 在专业的一个方面 他可以给大家一些advice 如果大家不要被人家打包的话 也是可以联系我们的号码 这样子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Facebook Dotal Business Holding 在那边去联系我们 然后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的推辩7.0 可以通达与你同行 我们会在6月5号 去蜕变8.0 到时候会跟大家分享 比较不一样的话题 然后比较针对是企业 接下来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然后我们的Facebook page 留意告诉大家 那个link是什么 大家可以留守我们的Facebook 然后like跟share 如果这个video大家知道 或者确认到这个video 是可以帮帮你朋友的话 你就可以share去给他 然后跟他讲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去加油的 OK 如果在这里 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这样子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 Mr.Ivy跟Mr.Jason Mr.Ivy is from Dotal Capital Advisory Mr.Jason's from Dotal Capital Advisory 谢谢大家 有什么的话 我们大家可以在 Groove event 还有Facebook page 跟我们留言 非常感谢 然后找大家 早一点休息 早一点休息 早一点起来 然后继续 每一天 加油 好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